星电视社会公器良心传媒 有你的支持我们信心更充裕 请我们喝杯茶 星电视STV属于大家的平台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回来第二节对话何人 我们就说回香港的事 香港一传媒集团的主席黎智英先生 因为涉嫌诈骗和触犯国安法被起诉拘留 本来就曾经试过要求保释 就不够 但后来他再上诉保释 就够了 很多在这一边 我们姑且用颜色纷纷 蓝营的方面就很多 就吵了 怎么可以这样 连这些国安法的法官是特别指定的 那为什么都会这样做呢 何人先生你又怎么解释 国安法的法官 你不能否认也有颜色的 并且各个法官对法律的理解不同 所以有些人拒绝保释 有些人同意保释 总之现在香港律政司要上诉 上诉去中审法院 排了29号 即过几天之后就審 中审法院的机会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有机会的 是有机会获得中审法院的同意 给他保释 但是黄德保释 现在人家最担心的一件事 他会不会走路 会不会呢 我觉得他能够走 因为想他就一定想走路的 但是能够走得到的 那机会的确真的不是那么大 因为现在我们先不讲法官 定出来的所谓苛刻的条件 什么一千万的保释金 三个人事担保 每个星期要报到三次等等 其实这些事与帝国比较苛刻 但是对于黎智英自己来说 一点都没有问题 钱他有 如果他想走 是真是可以找到途径走的 但是走得掉的机会有多大 那不是他说的 要看很多因素的 那如果黎智英走又怎样 这个问题就过瘾了 现在有些人就说 如果是特区政府上诉失败 他真是可以保释的话 就将他移交给大陆来審 我觉得虽然在法理上 国安法是有这样的条款 但是你现在就这样来用 似乎又有少少特匯 看起来好像搞得事情太大 如果黎智英他真的走得掉 这样就可以了 我觉得现在我们不妨又假设一下 如果黎智英走不掉 这样就没事了 照原来排定就来审 该判就判 该怎样就怎样 如果他走得掉 这件事就出乎意料之外 我个人私底下私心就希望他能够走老走得掉 黎智英本来就不是一个十分太重要的人物 就算在香港的政治圈里面 我觉得他最多是四分之一 不是太重要的 走不走 他留在香港 走到美国 走到其他地方 对中国对香港不是造成太大的损失 但是如果他走得掉 那北京就多玩了 因为他的假释是得到香港司法系统认可 香港的司法系统 香港的法官 甚至终审法庭 就必须要对这件事负责 于是北京就有理由 对香港的司法系统进行一个大大的改革 最大的改革 我一直都主张的 就是将终审法院搬上北京 直属于中国最高法院之下 专门设一个香港的终审法庭 如果能够这样的话 香港积聚了二十几年来的回归二十几年来 一直不能够解决的问题 到时我认为就解决了一大半 所以黎智英的保释 我觉得并不是一件太重要的事 如果它完全按照保释的条例 将来出庭受审 该判就判,该放就放 这个也是香港法律的表现 如果它走了 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件很坏的事 反而对香港现在的反对派 这些滥炒派应该就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如果问我私底下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它走好过 好了,那说下第二个重要人物 马云 自从蚂蚁金服出了事之后 马云也很受关注 现在连阿里巴巴都被中国政府立案调查 反垄断 你说这次阿里的问题是否严重呢? 表现实上看来还是云淡风轻的 因为现在中国政府对它 第一,第二是约翰 约翰了一个马云金服的人 约翰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如果现在约翰已经是第二次了 第二就是立案对阿里巴巴 调查阿里巴巴的垄断问题 好似阿里巴巴这些大的公司 接受反垄断的调查 这个不是很罕见的事 在美国比马亚阿里巴巴要大得多 什么面书,腾讯,面书,谷歌,亚马逊 都已经在接受反垄断的调查 反垄断是现在世界差不多可以说是世界范围里面的一种风气 大家都已经意识到垄断对全世界经济的影响 所以中国现在要进行云垄断 这个我觉得是好事来的 但是对阿里巴巴和马云这个个人来说 我觉得中国政府也不是特别针对他们 我个人总之私底下就觉得中国政府现在对他们这样 其实就是目的就是敲山政府 就是警告好像阿里巴巴、马云这些资本的代表人物 和资本的代表企业 你们要注意了 中国是不允许资本垄断经济 甚至尽而严重影响政治的 阿里巴巴这些网络巨头就在地区经济里面 造成的那种压大到什么的优势 来到搞到那些小企业啊 搞到那些其他的竞争对手啊 顶他不信 这个已经是很常见的了 北京现在就是看到这种大企业、大资本 对国家经济的垄断会造成什么害处 现在明白了 所以美与筹先按一下他们 并且同时警告他们后面的 跟着的那大班大型的资本家 你们不要踩我的红线 马云和阿里巴巴之所以成为首当其冲 我觉得主要就是马云这个人 发达了之后有些膨胀 以为自己真是可以影响中国的那个经济 没有了他可能中国会倒一大劫 以为是这样 但是任何的统治阶级 任何国家的统治阶级 他的首要任务 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 就是保卫自己的政权 这个古今中外一模一样的 没有可以例外的 是吧 有钱可以说是恶了的 这些是完全是一种幻想 阿里巴巴这次表现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尚算好的 不要你的真心 假意 总之他讲出来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配合政府的要求 配合政府的调查 有些什么做得不适合我们整改 马云根局由于那种小型态 消费态这些这样会威胁到中国的经济 已经建成了 现在一步一步逐渐逐渐放弃他的这种 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很狂妄的计划 我相信阿里巴巴和马云都不能够不接受当局的这些意见 你很明目张胆地和政府对抗 这个是完全没有出路的 我相信马云都会明白这件事的 已经收声他一两个月了 今后我相信他就不声不声发些财 那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想动摇共产党的统治 这个基本上就是没希望的了 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下一次对话何仁呢 就要明年2021年的1月再会了 何仁先生,我们明年再会吧 好的,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